大部分就是這樣 那最重要就是說以後如果你們要改一些程式的話 最重要你要從哪邊來源 所以盡量多蒐集一些Sample 也就是以後你要做什麼功能 可以拿來改就好了 最重要是說你要有 第一個要有 第二個要會改 那這部分的能力我想要培養不是那麼困難 有Sample 其實坊間一些書籍上面都有Sample 你只要會改 改成你要的樣子就可以了 那這是我的認知 那再來的話這個地方 加入一個輸入存款金額 再來的話那你也可以改一下方向 我剛剛講過就是說 I跟J能不能顛倒 其實你們可以試試看 剛剛應該同學有試過 把I跟J顛倒就移上去移下來有沒有 J在上面 I在下面 那我們也可以試看 那這邊的話我們把它做一個執行 先把它再移到應該是這個 這個 那比如說先把它清除 再執行 那比如說輸入存款金額 一個大概的數字好了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你會發現它是縱向跑完 有沒有 一欄 那這樣如果太快的話 剛剛有同學說 老師要不要讓它跑慢一點 我先把它清除 清除 跑慢一點的話 再講一次 第一個 請你把這個中間按鈕按下去 然後它可能會 你要把它調整 調整稍微再小一點點 再移到哪裡呢 移到你的程式 然後呢 直接移到 大概右下角的位置好了 接下來呢 我們按F8 那程式大概移到這個位置 F8 有沒有 它就會一行跳出來 一 輸入 好 Enter F8 這一行輸出有沒有 好 再下一行 有沒有 如果我把它顛倒的話 它本來跑橫的 現在跑重的 跑完之後的話 如果說那有同學呢 那一再按個8 哇那二按很久 所以如果你不想再按了 你可以怎麼樣呢 記得哦 按這個 繼續 它就全部跑完了 全部跑完 但是這邊有為什麼這樣呢 這個是欄寬不足 為什麼 因為我輸入的數字太大了 所以點兩下就好了 其實這個範圍不足 你直接在這個範圍的 其中一欄欄關點兩下 就可以 好 這部分的話 我想你們試試看 第一個就是加入那個 找上我們家的這個Input Box Input Box在上面 另外的話也試著把上下 這個回圈做顛倒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